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曲 李宗盛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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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最高神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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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最高神 我们一起地图祷告 创造天与地的主啊 我们今天福福在你面前 诚心来敬拜你 来尊重你 天地由你而来 宇宙由你而开始 万物都是你手所造的 主啊 你不只是世界万有的主宰 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的心愿 尊主为大 谢谢主你的十字架 救赎之恩 没有你的拯救 我们今天也不能站在这里 求主让我们用生命来彰显你的救赎之恩 记着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世上的盐 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软弱 无会在你面前 无可躲藏 求主你今天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的圣灵 常提醒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我们把以下敬拜的时间 仰望在主的手中 求主保守 看顾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 平安 让我们一起用诗歌 来敬拜我们的神 主是我万有 Be thy my vision Be thy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ot be all those to be saved Thou art Thou my best Thou art By day or by night Waking or sleeping Thy presence Thy presence My light Be thy my wisdom And thou my true word I ever with thee And thou is me old Thou my great father I thy true Son Thou in me dwelling And I with thee one Riches I pay not Nor man's empty praise Thou my inheritance Now and always Thou and thou only First in my heart My King of heaven My treasure thou art My King of heaven My victory won May I reach heaven's joys O bright heaven's song Hard of my own Hard whate'er before Still be my vision O ruler of all Hard of my own What ever before Still be my vision O ruler of all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爱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在这圣诞的季节里 让我们庆贺 主耶稣基督的道臣肉身 普世欢腾 普世欢腾 救出将领 大地迎接君王 万行为主 万行为主 预备地旁 宇宙万物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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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爱恩责四方 主爱主爱奇妙丰盛 主爱主爱奇妙丰盛 Let's pray 亲爱的阿爸父 Dear Heavenly Father 感谢您将您的独身爱子 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 感谢您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B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我梦教书恩典的记号 不久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 世人堪为羞耻我堪为圣告 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 世界来宣告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我梦教书恩典的记号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我梦教书恩典的记号 All the glory to our God 我们一起的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今天奉你的名我们再一次聚会 恳求主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 让我们有安静和仰慕你的心 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 求主祝福你恩待的讲台 让讲台上有你话语的供应 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亮光 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 灵性能够得到复兴 主啊 求你将圣经中的真理赐给我们 告诉我们当走的路 让我们的信心不至于软弱 让我们的脚步不至于疲乏 也求主将圣灵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基督里蒙受你丰盛的恩典 求主保守我们教会的各项施工 求主带领和看顾 让我们所做的都符合主你的心愿 求主怜悯和医治身体上和心灵上 有病痛的弟兄姐妹 求主与他们同在 看顾和保守 也求主高里牧师的口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得着 主啊 我们将感恩的心向你献上 一切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 荣耀归于创造我们的父神 这样祈求祷告 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耶稣基督的名字 12月份的第一个主日 也是2022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按照教会的惯例 今天要在一起 按照主的吩咐 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 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 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 在哥林多签书11章23到29节 保罗这样告诉我们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事纪念我 饭后要照样拿几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为的事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它来 所以无论任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量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圣餐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圣礼之一 那这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饼和杯中 有着重大的属灵意义 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问我 我们在其他的教会当中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说在这个疫情期间你们要不要有没有通过Zoom 大家在家里面分饼 我说我们不这样做 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会跟他们解释 因为在不同的传统的教会当中 对饼和杯的理解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罗马天主教甚至包括路德总 他们过重过分的看重于饼和杯 他们认为这个饼和杯一经过祷告祝福以后 就和耶稣基督的肉身和他的血就有了直接的关系了 他们因为这样的看重这个饼和这个杯 所以他们特别的看重这个饼和吃这个饼和这个杯 他们在什么地方吃和谁在一块吃并不那么重要 这是一种的观点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特别是在其他的这个我们叫基督教教会里面 认为这个圣餐只是一个简单的纪念意义 在这里吃这个饼和这个杯没有什么 就是饼就是饼 杯就是杯 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来吃来喝 只是简单的纪念 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 所以既然只是纪念在哪里吃也都无所谓 这是另外一种观点 但是在主流的我们的福音派的教会当中 也就是改革宗教会当中 我们圣餐的饼和杯是很重要的 但它不是最最重要的 饼和杯祝福以后 它仍然是饼和葡萄汁 它没有改变它自己的本质 它不会和耶稣的肉身有任何本质上的相连 它只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血的一个代表 一个代表性 一个标记性 但是圣餐也绝对不仅仅只有纪念的意义 在圣餐当中 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圣灵当中亲自与我们同在 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是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耶稣基督是这个圣桌前的主人 祂是这个圣餐的主人 就像一个主人邀请祂的朋友 邀请祂的孩子们来家里和祂吃饭一样 我们是被邀请来到祂的桌前 和这位耶稣基督和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在圣灵当中的同在和祂在祂面前一同吃一同喝 所以重点不是这个饼也不是这个杯 重点也不是吃也不是喝 是和谁在一块吃 是在什么地方吃和喝 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所以作为一个改革宗教会的牧师 他绝对不会同意说把这个饼和杯 拿到我们这个聚会场所以外的任何地方去吃去喝 那已经失去了这个圣餐的最核心的 与基督一同作息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会通过注目 大家拿起饼来互相吃饭 时间就这么在图像当中就吃和杯 那你可以吃你家的饼和杯 你随便吃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那只是你的饭 那不是圣餐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说假如我们当中有肢体 因着特殊的原因 比如生病 或者其他原因 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聚会的 那要通过一种叫做特殊的一种procedure 叫做extended service 那这就是一个很复杂 很严格的这样一种方式 有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牧师和指使一同把这个我们这个饼和杯带到家中 是可以在那里领受 但是要一个很严格的一个procedure要去follow 因为在这个这种procedure follow的我们就是圣经所说的 你要按理来吃这饼和这杯 不能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吃就可以喝掉的 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要小心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能够来这里和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在他的同在当中一同领受圣参 这是莫大的恩典 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 所以我们千万要珍惜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机会 千万不要轻看这样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 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你还没有受洗 所以当这个饼和杯临到你的时候呢 请你暂时不要领受 你就让他传过去 我们欢迎你到我们当中观礼 我们更为你来祷告 像上一周我们有两位姐妹受洗一样 我们盼望你早日能够通过受洗 和耶稣基督建立一种盟约的关系 然后借着这个饼和这个杯 我们不断地建立于他所立的这样一个信约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们既然是在这位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的同在当中与他一同作息 我们要有一个吃的manner 吃饭要有一个吃饭的manner 所以我们要首先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 有没有得罪我们弟兄和姐妹的地方 如果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有得罪神 我们有罪或者是 我们有得罪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来向神来祷告 恳求祂的赦免 恳求我们弟兄姐妹的原谅 我们有一段安静地祷告的时间 天佛上帝我们感谢你 在你那里有赦罪之恩 所以我们带着忧伤悔改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在你儿子同在的面前 承认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时常得罪你 我们时常抗拒圣灵的感动 我们时常懒惰 我们时常得罪我们的弟兄和姐妹 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怜悯和恩典 引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 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恶 因为你曾赐下应许 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你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易 所以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着这位忠保耶稣基督 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 我们过去的 现在的和将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你的实恩座前 来到这圣残座面前 在你爱子的同在当中 我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在这桌前 等候 在你爱子的同在中 领受你的恩典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在主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祝谢了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请服饰饼杯的两位弟兄 国中弟兄和常众弟兄 到前面一同来服饰圣餐 我们请国中弟兄来 为饼做祷告 拜一真神 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协力生产 让我们买个信徒 在这里能够领受圣餐 买到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 更加思想你的恩典 使你在诗子家上 来成就 主啊 你的诗子家上 树立一些的通过 使我们得到医治 你在诗子家上 所成的这些一切 也要使我们真心地体会到 意识到 你来顺服你的信实 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买个人 都有一口炫富的心 信实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来思想你的恩典 买到我们 吃这饼 你这掰的时候 我们思想 这饼由小命力 粉碎 做成的 这掰是用葡萄籽 混涩以后 做成的 也求你帮助我们 将我们买个老我 混涩一进 多成一个新我 成为买一天 更好地活出你的饰样 谢谢你 祂告白了 通告我主 耶稣您求 Amen Ame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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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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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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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看到 完全完全对 感谢观看 就是说 就兑现了 这是第一个语言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应许是谁的应许呢 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记载在什么地方 创世纪十七章五到七节 神对亚伯拉罕说 因为我以立你为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有了这样一个应许 那他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是可以查的 因为这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 他们的历史清清楚楚地记载了这个人 是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 那地点是在迦南 就是现在以色列国建的那个地方 那么人物呢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他们共同都追认的这个祖先 他们追认的 他们争夺亚伯拉罕作为他们的祖先 为的不是那块地方 那块地 耶路撒冷那块地方 他们争夺的是比那个地方 更更重要的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 究竟谁继承了亚伯拉罕的 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跟亚伯拉罕里边 这个应许当中讲的那个后遗究竟是谁 这是他们要弄清楚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的应许 这个就是著名的亚伯拉罕之约 也叫应许之约 它是一个永永远远的约 没有expiration date 永远不有作废的 这是一个永永远远的约 那这个约有几项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国度 一个国家 记得亚伯拉罕当时多大了 一约都是七十多岁 后来又 亚伯拉罕与神一同行了 三十多年 等到一百岁的时候 亚伯拉罕他也生孩子 七十多岁的亚伯拉罕 他的太太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而且没有孩子 但这个时候神应许他说 你的后遗要像天上的星 地上的沙眼那么多 对他来讲有点不太应景 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件事情 但是这是神的应许 说你的国度要从你而出 你从你身上要生出一个国度出来 第二个就是应许他在后遗当中将有君王 要他从他身上出现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出现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后遗 那么就是后遗 后遗这个词要注意 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它是一个呆数的 它没有辅数形式 所以它可以指的是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我们叫做群体的呆数 比如我说我们的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可以是一个呆数 但是教会指的不是建筑 也不是名字 它指的是我们这样一群人 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 是我们所有的人 加在一块叫一个教会 我们可以用一个呆数来表达这样一群人 叫一个负数的 用一个群体的呆数 那么它也可以指的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它就是指的是一个人 所以后遗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它 究竟指的是一个群体呢 还是指的一个单独的个人 我们注意在它用到群体的时候 当它用到群体单数的时候 指的是亚伯拉罕的后遗 指的是那些一个蒙福的群体 就是与神有约的群体 毫无疑问 这个群体在旧约时候是指的是谁 就是从亚伯拉罕所生出来的 那一个洋洋的一个大国 这是他一个群体的单数 那么 所以呢 神跟亚伯拉罕 又是说你要 说你要是一个 要立你为一个多国的父 而不是一个单国的父 那么这样一个内容 怎么样来应验呢 讲到群体 然后还有一个群体的单数的问题 那讲到群体的单数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大的那个后遗 那个得蒙福的那个源头 是透过什么 你这样一群人 这被称为亚伯拉罕后遗的 这样一个大的群体 你那个得福 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那个蒙福的源头 就是在 在这个二十 二章十八节提到的说 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遗得福 这个后遗是代数的 只在一个 只在一个后遗 所以你看到 亚伯拉罕有一个大的 蒙福的群体 而这些蒙福的群体 要透过他的一个后遗 来得福 这是这个 我们要注意 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 那我们要看他怎么兑现 在旧约当中 我们说 他是被partially fulfill 他是被部分的兑现 因为我们注意读圣经 当这个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然后在创世纪 紧接着就是五经 然后就是什么 约书亚纪 世纪 还有这个 路德纪后面 接下来就是撒末尔纪上下 那讲的是犹太人这段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 神不断地将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 不断地来兑现 那这些兑现就成了 我们叫做是一种部分的兑现 那么 首先是这个群体的一个兑现 是这个群体后裔的兑现 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四百年以后 他的后裔就成了一个洋洋大国 他们寄养在埃及这个地方 成了一个洋洋大国 那出埃及纪 神把这些人领出来 已经好几百万人了 他们延然就是一个小的国家 所以这是一个对他后裔的一个兑现 你的后裔真的是那么多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到从约书亚纪 过了约旦河 占领了神赐给他们的那块地 叫加南地 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 应许了一个国度 一个国家的应许 接下来在撒末尔纪上 神就高丽大卫为他们的王 又应许了一个君王的 就兑现了神的亚伯拉罕君王的应许 但这个境许为什么叫做 partial是部分的应许呢 因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 说你要做多国的福 现在只是一国 你生存只是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也仅仅都是 昙花一现 昙花一现 那么这个以色列国很快就分裂成 南国和北国 然后分别在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 南国和北国相继都灭亡了 那你说这些灭亡以后 神的应许是不是就落空呢 肯定不会的 我们讲过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 那么好戏一定还在后面 所以这就是这个后裔 那个单数的后裔一直还没有出现 那一个后裔 所以在那个加勒太书三章16节 保罗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所应许的原始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单数的后裔 他就兑现了世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的 那个单数的后裔 指的就是这个耶稣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 得以全部的兑现 那个群体是借着耶稣 是借着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 这些属灵的一个后裔 我们都因着和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心 我们成为他和属灵的后裔 我们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这样子告诉我们 那么作为一个单数 这个基督也就是万国来蒙福 我们都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是对神跟亚伯拉罕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兑现 最后我们要看 第三个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 在撒末尔记下七章十二到十三节 说当你兽数了 你就只是大卫 你兽数满足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衣接去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语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大卫之约 我们圣经里边很多很多的约 立了很多很多的约 所以我们叫旧约新约旧约新约 所以神和人的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 我们从这个约当中 我们就看到神在如何的做事情 这个时间是发生在公元前大概一千多年 是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时间 那么地点呢是耶路撒冷 是在他的王宫里面 大卫的王宫里面 这段历史是非常清晰的 因为这是犹太人的历史 圣经的旧约是犹太人的证实 它不是金融小说那些野史 它是证实 所以神和以色列人 他们这些互动关系 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在 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当中 那么人物呢就是大卫 我们看他的立约内容是什么 立约内容 第一个 还是那个字 后裔 讲到说 大卫 你的后裔 要坐在你的宝座 没有说大卫 你要坐在这个宝座上 你的国度 是你的后裔 要坐在你的宝座上 他的国度 能有穷尽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后裔 而要为神来建造圣殿 要建造圣殿 那么第三个呢 是讲到说 他的王位 不仅仅是几十年 我连任也好 不管你连任多少戒 你总会死的 你死的时候 你的王位就没了 而他的王位 是要持续到永永远远 这是神跟大卫的应许 那么这个应许 怎么样兑现的呢 我们看到 当大卫死以后 他的儿子所罗门 继承了他的王位 所以在旧游当中 神跟大卫的应许 也是partial fulfillment 也是部分的 还是兑现了 那所罗门 接替大卫做王 他也为耶和华 建造了第一座的圣殿 但是这座圣殿 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拆毁 就被毁坏 然后又重建 重建以后又毁坏 那一直到现在 这个殿 他也没有建起来 他也没有建起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所罗门做了 这个神跟大卫应许当中的 很多事情 所罗门都在那里做了 所以他是一个 一个御表 他是一个 一个部分的这样一个应许 那第二呢 王位 讲到这个王位 大卫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一共做了四十四年 一共做了四十年的王 但是他的王 没有到永永远远 他的儿子 这个 所罗门 他做王 也没有到永永远远 很快 他的儿子死亡以后 就出现南北国分裂 那犹大国 一共他的儿子们 虽然这个南北国分裂以后 南国的犹大 这些王们都是犹大 都是大卫的后裔 北国都不是了 北国已经不再是犹大的后裔了 不再是这个大卫的后裔了 南国犹大的王都是大卫的后裔 但是他那个国家也就持续了三百多年 在这个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 这个国家就灭亡了 那个王位没有持续到永永远远 那么等到这些以色列人开始回归的时候 他们又重建了圣殿 又重建了城墙 又恢复了各样的献祭制度 但是一直到新约 大卫的后裔再也没有登上王位 我们看到那些回归的故事 一直到马拉基书 一直到这个回归时期的旧约 大卫的后裔没有在王位上 当我们看到打开新约的时候 在这个以色列做王的是谁 西律跑着这么一个以东人 他不要说是大卫的后裔 他连以色列人 他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以色列人 他是一个归顺到以色列人的 这样一个以东人 根本就不是大卫的后裔了 所以旧约圣经 只不过是神跟大卫这样的应许的一个 partial 一个部分的应议 那么神所应许的这位永永远远的君王 一定另有其人 在新约当中 在石头新传13章 我们看到石头保罗 在比西里的安提亚 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 就提到了这个大卫 说从这人 讲就是大卫 在后裔中 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 应许的就是经常出现 为以色列设立这位救主 就是耶稣 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 才完全兑现了神对大卫王的应许 首先按照后裔来说 按照后裔说 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如果你是按照律法 律法的教授 从这个约瑟 从耶稣的父亲 约瑟的这个合法的父亲身上去查 还是从这个按照血脉的关系 从亚马利亚的家谱来查 他们两个最终都 集中在大卫的这个家族当中 他们两个都是大卫的后裔 两个大卫的两个不同的儿子 能够传下来的这样一个后代 所以他们都是出自大卫的后裔 那么耶稣没有用石头和木头 为耶和华建造圣殿 而是他用自己的身体 成了神的殿 就是教会 神的殿是神居住的所在 神住在他的教会当中 神圣灵 神记者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 相信他的真理 所以我们在一起 是那个真正的圣殿 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么耶稣基督是君王 他一出生就是君王 我们记得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经常讲的是东方三博士 那不是三个 一定是一大群 因为只有带了三件礼物来 不就人们就以为是三个博士 黄金魔药 乳像黄金魔药 带了三件礼物 那不一定是三个 也许一个就带那么多礼物 也许一个一大群 带来那么多礼物 但是这些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 去找耶稣的时候 他们在问什么 那生下来做以色列王的在哪里 这一生下来就做王的 但是耶稣的王位 一直要他复活以后 他在向地上宣告什么 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马帝福音28章 所以当基督在登上大卫宝座的时候 他不再是以色列一国一民的君王 他是天上地下所有万物的宇宙的大君王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 所以他是我们 为什么写他是一个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这是讲的是这位耶稣 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 当天上吹响 当天使吹响第七之号的时候 神那个救赎的奥秘就彻底的展开了 所以呢 这个天上就有大 你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之逃永永远远 所以在一都里面 神跟大卫的应许得以完全的兑现 我们从旧约的三个人物 从亚当和夏娃 从亚伯拉罕 从大卫 从他们的应许当中 我们都看见 这些的应许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实现的 而在旧约当中 他们那些被部分应见的东西 被部分对象的东西 我们把它叫做预表 预表是type 预表的意思就是说 在历史上通过一件或一系列的事件 他们就像一个模型一样 我们看到一个模型 一个model 一个portal type 然后呢 或者一张张图纸 他们说指向的是将来一个更大的 更完美的 更真实的一个事件 这个一个真实的一个实体 而这个实体 最终的实体聚焦在 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那个不断出现的神秘的后裔 这个后裔是谁 就是我们在圣诞节 所有纪念的这位耶稣基督 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 向世人展现了这位神秘的后裔 这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也是让我们觉得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个节日息息相关的 这不是一个与你和我无关的 这无关的节日 也不是一个大家好好当当热热闹闹 互相送礼 我道一生平安的这样一个节日 这是一个与你我的生命都息息相关的节日 当我们在纪念这位耶稣基督道成受身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节日跟我们有更多相关性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节日对我们来讲更加的重要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也谢谢你 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 你从亚古就宣招利贷 你借着你向他们一次一次的应许 将这位要道成肉身 将你自己的儿子成为人的后裔 来到这个世上 我要拯救我们 主在这个纪念你降生的日子 求主让我们能够眼镜定在这位奇妙的后裔身上 让我们思想 祂给我们带来人生的转变 让我们思想 祂给我们带来的平安 给我们带来的喜乐 给我们带来的救恩 祝我们续行听门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上周我们有两位姐妹在这里受洗 那么今天我们请李亚姐妹 在这里有几分钟的见证 我们来请李亚姐妹 收洗前面的几天 成龙弟兄就问我 说你要不要在受洗之后 做一个见证分享 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说好 但是回过头来 我有点犯愁 我说我要分享什么呢 因为回忆 我这一路新主的过程 没有像别人那般大起大落 决地重生 而是一种润无戏无声般的 平静而美好 我跟上帝的关系 总结起来大概就是一句话 他一直不放弃我 而我终于勇敢地张开双臂 拥抱这个慈爱的父亲 我是2011年8月底 第一次参加教会活动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当时唱的第一首圣歌是 《爱的真谛》 当时我就是边唱歌 边强忍泪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内心为什么如此地感动 但是在之后 所有去教会的日子里 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感恩 无比的平静 2013年2015年 我先后生下了我的两个儿子 忙碌的生活 让我短暂离开了教会 甚至呢 都忙得忘了这个慈爱的父亲 但是呢 上帝永远不会放弃他的儿女 2019年呢 我收到了一本书 书的名字叫 The Jesus Story Bible Every Story Whispers His Name 我六岁的大儿子看到这本书以后呢 就马上拿起来读 我看见他 蜷缩在一个小角落里面 六个小时都不动弹 不到两天的时间 就把这本书读完了 然后呢 他就跟个小苍蝇一样 每天都在我耳边 跟我讲耶稣的故事 无比兴奋 滔滔不绝 我当时看到他以后 我又惊喜 又开心 那一刻我知道 上帝一直在我身边 从未离我远去 2021年 也就是去年 我们全家在神的带领之下 举家搬到了甘城 受到了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 有养弟兄 光华姐妹 然后还有结配弟兄 还有我最爱小霞姐妹 然后还有俊丽姐妹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非常的感恩 新的生活 新的忙碌 让我忘了 我这个父亲 他还在等我 但是呢 他是慈爱的 包容的 永远不会放弃他的儿内 去年秋天的时候 我老公呢 在用那个木头 给我的两个儿子 坐玩具汽车 在坐这玩具汽车的时候 有一个难点 就是你一不小心 这个车骨了就会折 当坐到我第一个小汽车 是给我大儿子坐的 果不其然 咕噜折了 做到第二个的时候 是给我小儿子坐的 咕噜没折 他特别开心啊 跑到我面前 偷偷跟我讲 他说妈妈妈妈 你知道为什么 我的车咕噜没有折吗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爸爸 在坐汽车的时候 我心里一直跟上帝讲 不要让我的车咕噜折 不要让我的车咕噜折 结果他真的没有折 我当时看见他那灿烂的笑容啊 我心里面真的是无比的感恩 感谢天父如此爱我们的一家 大概是两周以前我在读游子吟 是国东老师 国东弟兄他给我 我在读 我在这边 然后我的儿子就跑过来问我 他说妈妈你在读什么 我说妈妈在读一本 关于上帝的书 他说酷 我说你相信上帝吗 他说我相信 我说那你会受洗吗 他说妈妈什么是受洗 我说受洗就是一种仪式 你要告诉所有的人你相信上帝 他想了想 他说我会 我说酷 然后我就马上发了 哦 马上发了短信给师母 我说师母 我不要在门前徘徊了 我要走进去 我要受洗 我要跟随基督 耶稣 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两个小故事 最后呢 我还想分享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经文 它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谢谢大家 真的很让我们感动的见证分享 谢谢您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精彩的讲解 让我们对主对我们的救恩和应许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接下来是观音事项 我这里有两个名片 就是两位新朋友 一位叫刘卫国和刘小华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能够简单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刘卫国 前几天 我们一起两个从博士顿过来的 因为我们准备要在这里过一个三个月的冬天吧 因为博士顿太冷了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 在十年前左右 因为我女儿在这念书的时候 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们来过一次这里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就倒着行过来了 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一个唱来 谢谢大家 感谢吧 感谢这个牧师 感谢这个组织者 感谢大家 也没啥说的 欢迎 谢谢大家 我们其他还有吗 还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就会 我们虽然是第一次来 但是呢 其实我们已经做过两次探子 就是你们的祷告会 我们都参加过Zoom Zoom祷告会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 跟你们教会的一个关系 就是你们的李牧师呢 跟我是二十年前的这个同一战壕的战友 这个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是在 华人的一个号称是第一个website 在上面呢 我们跟无神论的朋友们 讨论信仰 辩论 那么我们俩是一个team 那么 那么后来这个李牧师去了这个神学训练 那么他的发言我觉得很 很有根基 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所以最后我也去学了神学 然后 对 然后我们现在是 我们是从New Jersey搬到 也是比较跟他差不多的原因 那么到了北卡 那么当时我们是三人team 还有我妈妈 我妈妈呢 是在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 她自己办的家庭教会 但是她在美国信主 只不过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到了北卡以后 觉得还是比较冷 我妈妈 所以就想又到这边来 那么 让我们就是又伤感又喜乐的就是我妈妈 10月19号过世了 妈妈就是一觉睡下去第二天没醒来 这也是她最希望的这样的离开添加的 所以我们也感谢神因为她一直想回到祖国 她出生的地方回天国 但是后来经过1月1号 她的那个 一次她生命的危机 然后抢救 抢救过来之后 她心脏十个月都非常的好 没有犯病 她已经改变主意 她说到哪都行 因为地上是寄居的 所以她从哪离开天家都可以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 老妈妈等不得了 这个二十大这个西大的也不下台 所以呢她说看来没戏了 所以就不等了 所以她就把我们留下她自己走了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expect她走 这个也没有任何事 任何方面都没有准备 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个 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吧 神的祝福 老妈妈按照她最希望的方式 离开了这个世界 同时呢她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让我们两个能够走出来 再去和教会啊弟兄姐妹 有更多的时间 就像我们主那一个姐妹讲的 她说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说的将来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只是说现在一段时间隔离 所以是为了神国的功 是为了希望主的福音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能够 一心一意的爱主 所以我们两个就立定心志 就是说从今以后 所有的时间都要好好过 跟随耶稣基督 对 所以就说到佛罗里达 还是按计划进行 只不过提前了 因为我们原来是12月6号 我妈妈去医院 这个我们那个医生很好 就让她鉴定 我们可不可以make a trip 那么通常都是可以的 这个所以呢 我们就说 虽然它过去了 我们这个chip还是要make 谢谢对不起 我们感恩主 求主 求主 怜悯 求主 安慰 也求主 保守 我们还有其他弟兄姐妹 其他福音朋友吗 第一次参加 当我们聚会的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报告事项 感谢神 师班练习已经恢复 第二项是 感谢神 今年第二期受习培训班顺利结束 第三项是 感谢神的是 阿尔法团契圣灵周末营的顺利结束 我们有四位新的弟兄姐妹 加入到我们耶稣基督的家庭来 求我们 请我们大家为他们祷告 在主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 灵命能够得到快速的成长 第四项是 感谢神的是 我们的爱家团契和阿尔法团契周五聚会 已经开始逐步正常 我们其他团契恢复正常 也正在筹划之中 后面可能会有报道 如果有更新的话 我们也会及时地通知大家 第五项是 为新受习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为他们的灵命成长祷告 还有是圣诞节聚会 接下来我们有个比较大的聚会 就是圣诞节的聚会 我们一起为圣诞节聚会的事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 十二月四号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典试奉献为五千九百七十五元 美元 其中经常费是五千一百七十五 健堂基金八百 我们一起唱 咱一奏 赞美真身万福之根 世上万民赞美主恩 天事天经赞美主命 赞美圣福生子圣灵 阿们 我们在这里谢谢李亚姐妹这样美好的见证 我们真是感谢神借着孩子的口 能够让我们大人能够下决心 能够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 我们当中已经绝制的 我们盼望像李亚姐妹 还有我们这个王英姐妹一样 能够尽快地通过受洗 来归入基督 能够成为教会中的一员 我们也欢迎我们当中的 李亚弟兄 马弟兄 欢迎在这个温暖的地方 我们经常说 这里面的人比天气还要热情 我们在教会当中 拥有耶稣 Jesus inside 耶稣在我们当中 欢迎你们能够尽快地搬天下来 在这里定居 我们一同来服侍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 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你面前 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敬拜 谢谢你赐下你的见证人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 谢谢你赐下你的胜利 让我们在这里全然地来敬拜你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和圣灵保护时的感动 尝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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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摸到以后 我们彼此的问安 然后我们就散会 那今天有没有碍烟 没有 好 大家祷告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请大家带到 我们的张雷弟兄现在还在医院 等候着 接下来的手术 请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张雷弟兄 下周还有阿华抗尔斯的最后一课 请各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再把这个椅子往旁边搬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